国会改革修法 言辞辩论庭上演犀利交锋 没想到大法官黄昭元 语出惊人 竟然问查毕案 是宪法赋予立法院的职权吗 让在野党大傻业 破红宪法赋予立法院的 如果不是监督截壁 难道是乔士官说 霸占主席台当薪水小偷吗 台湾的法学素质有这么的低落吗 你不问清楚 你不了解 你怎么省预算 你怎么通过法案这个政策呢 这不是书念的多不多的问题 这是有没有良心的问题 民进党大楼林卓水炮轰 立法院就是要立法和监督政府 不可能完全不碰到毕案 难道当毕案和政策纠结 立委就要放弃监督吗 连发现毕案都置之不理吗 监察院遇死大人 打老虎没有 连拍苍蝇看起来也是少少 监察院的这种功能不脏 你又要把另外一个老虎嘴巴给撕裂 如果说什么东西都不可以调查 请问一下他在词询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大法官自己脑袋袖斗 我们已经完全背离 当初五全分立的原则 曾经当太阳华辩护律师的大法官游博祥 甚至说总统是直接民选产生的 应该是对人民负责 不是对立法院负责 外界炮轰多数民意选出的立法委员 难道不代表人民吗 如果按照游大法官的逻辑 各部会部长是行政院长任命的 所以也不要理立法委员 那立法院还干嘛 四年总统胡作非为 也没办法刹车 也没办法纠正 小英多少错误的政策 高端鸡蛋 育苗 那为什么罢免弹劾总统的权力 都在立法院 总统无限的扩权 可是却没有人可以去监督制衡 再也质疑民进党执政八年 多少该查该揭发的毕业 都不见检调监察委员有所作为 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不查毕 到底谁来查毕 你进去过去当立委 立法院没有调查权 就像没有牙的老虎 昨天在现场竟然说 要汉略监察院的调查权 国会想查毕 却被民进党提名的大法规 拿法律雷质疑 记者忠诚梁曹丁凯采访不到